到日本旅遊觀光客 一定會把握一個重點 買好 買滿 因為價錢實在太划算 最終是非常好 所以我現在吃得很低 我來這裡用10公斤 現在我去用20公斤 因為我買的衣服 因為很便宜 青莊出遊 滿載而歸 各國觀光客都花錢不手軟 因為日圓貶值 讓所有商品都自帶折扣價 當我們看過多少錢 我可以看到我的銀行卡 他們把銀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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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只是花得比較少 所以非常好 因為我只花了這麼多錢 所以我可以花更多錢 就連高級購物區銀座的金品店 也湧現掃貨潮 aquesta銀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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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甚至花了很多年代 日本將背景覆蓋了 並非透過美金品品 人物 Однако 銀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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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幻加十分 obrig購物 Luxury is at a bargain 匯率一來一往 其中的落差讓外籍遊客 覺得來到購物天堂 但同樣在日本消費 當地人卻笑不出來 店舖也高了 交通費也高了 飲食也高了 外食也比較厚 海外人的價錢 我認為是非常高的 我一直以為要去年一回 但疫情已經開放了 如果疫情已經開放了 我認為疫情已經開放了 所以我認為是很厭惡 從食品到民生物資 價格都在飆漲 一般日本壽星階級民眾 只能索移節食 想辦法過活 買東西的時候 我們會買50%或30% 我們會去那邊 再買那邊 再買那邊 其他需要的東西 我們會去買平價值的地方 日圓貶值和高通膨夾殺 不只衝擊老百姓的生活 也逼得日本商人改變營運氣模式 日圓貶值持續 對美元一再創近年新低 儘管日本財務省官員宣布 必要時會24小時干預外匯市場 但是不是真的能讓日圓足貶 還是淪為狼來了效應 引起市場高度關注 日圓貶值帶來輸入性通膨的壓力 引發當地民怨 日本央行什麼時候出手 不只會影響日本整體經濟環境 同時也牽動著首相岸田文雄的連任選情 賺到後面 入門 入門 感谢观看